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税法一基础班 我们来学习第十章关税 首先看考情 这一章呢主要是考小题 单选或者是多选 偶尔偶尔融入在综合分析期的某一个小问去考察 而且这一章呢 考试分值平均三年是四分左右 往低了考三分 往高了也能考五分 那么这一章 我们来简单的给大家提一下啊 它的分值可以说是很低了 它和我们前面所学过的 比如说车辆购置税 环境保护税相比 那那两章的内容 它的分值既高 而且内容是很少 而对于关税来说 相对的来说性价比没那么高 因为关税的内容它比较多比较碎 但是它的考试分值还更低一些 也就是考两三个题目的一个样子 它不会考太多 但是里面的内容可以说是很繁琐的 比如说很多的税率 然后再比如说 完税价格它如何确定 也比较复杂 然后还有一些是说优惠也比较多 还有一些就是说管理的一大堆内容 也比较多 总之在我们关税这一个 我是要提醒了啊 虽然我们这一章的内容 它也不是很难 也比较简单 但是分值比较低 所以我们学习的时候应该怎么办 把最主要的精力放在最关键的内容上 着重去把握关税完税价格的确定 也就是说关税到底如何计算 计时一计就是关税完税价格 那也要注意关注呢 与增值税和消费税 其他税种的一个关联 其实主要是也可能考一些进口环境的一个 综合性的一个问题 咱们曾经在第二张增值税 还有第三张消费税里面 都反复提过进口关税的问题 那么到第十张最后一张了 其实我们就是在看 这个关税到底如何计算 来关联在一块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张呢 总共是由七节内容 相对来说第五节 完税价格是最最重要的 当然除了完税价格以外 其他的各种要素 我们也都会学的呀 盖数 然后纳税人征税对象 税率以及关税的减免税管理 还有应纳税有的计算 以及征收管理 在我们考试中呢 相对来说 完税价格最重要 那其次呢 关税的减免税 然后里面内容也是比较多的 税率里面内容也比较多 征收管理里面的内容也比较多 都相对的来说 比其他的系统都要多的一些内容啊 那所以它是比较琐碎的 比较琐碎的情况下 我们把握主要考点 来 学习第一节 关税概述 三个了解 了解关税的概念以及特点 了解关税的分类 了解现行关税制度 基本法律依据 这三个了解 考试基本上不会涉及到题目 如果涉及 也是一些很浅显的 很理解性的 而且后面 比如说纳税人征税 对象的时候 还会再次强调到的 来我们简单过一下啊 首先概念 不要记关税是由海关 根据国家制定的有关法律 以准许进出口的货物和进出进物品 为征税对象而征收的一种税 那这个啊 其实这个表述呢 咱们今年教材其实有微调 调了只是更严谨而已啊 没有实质性的一个影响 来注意一下 关税是由海关负责征管的 我们前面学了这么多 其实绝大部分都是由税务机关负责征管 而由海关负责征管呢 包含这一个的关税 以及税法二里面你会学到的传播吨税 还有我们税法一里面曾经学过的 进口环节的增值税和进口环节的消费税 也是由海关负责带征的 OK 这四个啊 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这是由海关负责征管的 那针对的对象是什么 是准与进出口的货物和进出尽的物品 所以一个是货物一个是物品 它包含什么劳物吗 不包含 也不包含什么服务 什么无形资产不动产 我们仅仅针对的是货物和物品 货品 那另外再来看啊 特点 特点这一块我建议大家理解一下啊 征收的对象是准与进出尽的货物和进出尽的物品 刚刚才说过货品嘛 第二个 关税是单一环节的价外税 也就是说 关税完税价格里面是不包含关税的 它和增值税有点像 增值税也是 你本身价格里面不包含增值税 但是消费税是价内税啊 关税这一块注意 它是单一环节的价外税 它单一环节 它没有什么这个多环节正式的问题 它就是进出口的时候 而涉及到交关税 而且它是价外税 也就是关税完税价格 你要单独的确定 确定完之后乘以相对应的税率算关税 关税完税价格里面并不包含关税哦 好 再有第三个具有较强的涉外性 当然啦 你关税关税涉及到一个经济贸易关系 你也涉及到什么 还涉及到一点政治关系呢 对不对啊 我们往往国家与国家之间 你可以通过关税的一个调控 有可能就会影响很多啊 那社会现象也很多 对不对啊 那我们简单看一下啊 一般情况下 关禁其实等于国境 这里的关税 其实更多的指的是关禁哦 它跟国境其实不完全是一个概念 有些时候是不一致的 有时候关禁小于国境 有时候关禁大于国境 来简单看一下 那比如说国境内设立自由港自由贸易区 比如说香港澳门 它就是属于国内境外 国内境外 注意二 香港它其实属于境外哦 但属于国内 没问题吧 然后再有 这个关禁有时候也是大于国境的 比如说关税同盟 组成统一的关禁 实施统一的关税法令和对外税责 比如说欧盟 欧盟它其实这种情况下 显然就是关禁是大于国境的 那这一块理解就可以 只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这里的 进出境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这个禁指的是关禁就可以了 OK 就是这一块啊 那我们来看一个习题 关于关税特点的说法 正确的是 关税的高低对进口国的生产影响较大 对国际贸易影响不大 不对 对国际贸易影响当然大 哎 你进口了 你比如说关税的税率特别的高的话 那肯定会影响我们国家的进口啊 我就不愿意进口了 不愿意进口了 它就消往不过来啊 它当然会影响国际贸易了 来 神像B 关税是多环节的价内税 不对 它是单一环节的价外税 所以选C就对了 关税是单一环节的价外税 直接选C D 关税不仅对进出境的货物征税 还对进出境的劳务征税 不对 它只针对于货物 以及进出境的物品 对不对 货物和物品 好 这两个作为征税对象 不包括老物 所以这题直接选C 非常简单的一个题目 再接着来看关税的分类 简单认知一下 关税呢 按照征税对象 又分为进口关税和出口关税 其实是按照征税货物和物品 进出方向不同 然后进行分类 那进口关税是什么 是你购进来 你出口关税是你销往境外 所以方向不同 再有按照征税标准 又分为从量税和从价税 当然主要分成这两个 此外各国常用的征税标准 还有复合税 选择税 滑准税等等 这几个都是有的 那这里的这个复合税好说 就是从价加从量了 选择税呢 选择其中一种 那滑准税呢 这里提醒一下 滑准税又称滑洞税 是在税则中 预先按照产品的价格高低 分档 然后制定若干不同的税率 根据进出口商品价格的变动 而增减进出口税率的一种关税 一般来说 我们商品价格上涨 采用的是较低税率 商品价格下跌 我们采取的是较高税率 总之 它是随着我们价格的变动 而反方向变动的 对不对 这叫滑准税 也叫滑洞税 了解一下 再有 按照征税性质 我们一般分为 普通关税 优惠关税 以及差别关税 主要适用于 进口关税这一块 来我们简单看一下 普通关税好处 没有什么优惠的呗 那优惠关税呢 一般有特定优惠关税 普遍优惠关税 和自会国待遇三种 差别关税呢 主要分为 加重关税 反补贴关税 反倾销关税 报复关税 等等这几个啊 我们简单的熟悉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你知道有这几个 这关税的这个组成 很多的 它的分类也是很多的 OK 滑准税的这个概念 我们简单的都已经梳理过了 我们来看一个 按照关税税 在关税税则中 预先按照产品的价格高低 分档去制定 若干不同的税率 根据进出口商品价格的变动而增减 进出口税率的关税是什么 滑准税 也叫滑动税啊 直接选币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很早年前是这么会出 但是近几年基本上不会出这样的题目了 第一节里面就很少出 你就稍微注意个它的征税对象 以及 它的这个单一环节的价外税 那两个点就够了 OK 第二节 纳税人及征税对象 熟悉 两个熟悉哦 刚才概述里面其实已经覆盖到一些了 我们来看一下 征税对象与纳税人 首先征税对象它是 针对的是准许进出口的货物 以及进出境的物品 对不对 那对于货物来说的话 进口货物 那就是收货人为纳税人哦 出口货物 你要销往境外 那就是发货人为纳税人哦 那对于进出境物品呢 一般就是随身携带的这种 那这个时候就是所有人为纳税人哦 那我们简单看一下 货物指的是贸易性商品 所以和物品我们简单的区分一下啊 货物指的是贸易性商品 而物品呢 指的是入境旅客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 个人游递物品 这有点像谁啊 这不就是行游税吗 是不是啊 咱们第二章 在讲这个跨境电子商务 零售进口商品的时候 给大家提过一个小词 叫行游税 其实这一块对于我们所提到的这个物品 那不就是我们个人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 以及个人游递物品 还有啊 各种交通工具上的服务人员 携带进口的自用物品 以及馈赠物品 其他方式进进的个人物品 总之它包含货品两类 还有跨境电子商务 零售进口商品呢 按照货物征税哦 咱们曾经第二章都已经给大家讲过 再有关税对于有形货品征税 对于无形货品不征税 咱们反复强调针对于货物和物品 对不对啊 那这里针对的是有形货品 它不包括无形的啊 再有进出境物品的所有人 包括该物品的所有人 谁买就是谁谁的 推定为所有人的人 你比如说携带进境的 那我们显然就是携带人为所有人了 分离运输的呢 那进出境的旅客为所有人 以邮递方式进境的呢 就是收件人为所有人 邮递过来的嘛 那再有 以邮递或者是其他的运输方式 出境的物品呢 谁邮的啊 那就是寄件人或者是 托运人为所有人 总之这一块都是诚实了 你不要死境背了 好 这是这一个情况啊 来我们简单看一下 下列不属于关税 纳税医务人的是 进口货物的收货人 属于吗 属于啊 你进口货物谁进口呢 进口就收货人呢 然后出口货物的发货人 我们是销往境外 当然是以发货人为纳税人了 邮递出口物品的收件人 你是邮递出口 你是邮递到境外 收货人在境外呢 我们是他吗 不是 应该是以发货人 托运人呢 好 注意一下啊 再有选项地 进境物品的携带人 没问题啊 确实也可以推定为 这个所有人 也可以作为我们关税的纳税义务人哦 所以这一题 直接选C就可以了 它不属于关税纳税义务人 OK 这是这个问题啊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三节 税率 以及税率的适用问题 这一节的内容 就相对的比较复杂了 那税率 我们先看一下 了解进口关税税率的规定 了解出口关税税率的规定 以及熟悉关税税率的适用 好 这一块稍微重要一点 比较多啊 我们先了解一下 进口关税税率 那进口货物呢 它一般是有多蓝税率的 我国进口税则是有 最会国税率 协定税率 特惠税率 普通税率 以及关税配合税率等形式 对于进口货物在一定期限内 还可以实行暂定税率 那我们这么多的税率形式 我们简单来区分一下 首先最会国税率 显然 与我国签订最会国条款的 那一般就适用的是最会国税率 来看一下它的适用情况 适用于原产于 与我国共同适用最会国待遇条款的 WTO成员国 或者地区的进口货物 以及原产于与我国签订有 相互给予最会国待遇条款的 双边贸易协定的国家或地区 进口的货物 总之都有 最会国待遇条款的问题 对不对 还有一个 原产于我国境内的进口货物 这里稍微要注意 原产于我国 什么意思啊 你比如说 我国的这个假企业 它把它的A商品出口出去了 然后完了之后 我国的一企业 又把这个出口到境外的 这个商品 又给它进口过来了 那这个时候 这个A商品不就是原产于我国境内的吗 我们适应的是最会国税率的优惠 这个税率啊 OK 这是这个 接着 协定税率和特会税率 这两个 它比较 如果就是以前年度 特别是啊 比较爱出这两个的一个 一错一混相 那这两个 你用死经备吗 你呢 如果考直接定议题 那我们没办法 对不对 来我们看一下 它怎么去记 协定税率适用于我国签订 含有优惠条款 关税优惠条款的 区域性贸易协定的国家 或者地区进口的货物 它是区域性贸易协定 然后特会税率呢 不一样 它适用于原产于我国签订 含有特殊关税优惠条款的 贸易协定的国家 或者地区的进口货物 那它们两个的区别 看到了没有 对于特会税率 有特殊二字 而对于协定税率 没有特殊二字 就这样记就可以了 你也不用死经备 咱们以往年度 考不直接的记忆题 但是现在 预计来说 它也不会考 这种太去 这种纯粹记忆的问题了 如果万一考到 你就是看 有没有特殊二字 再接下来看 普通税率呢 普通税率就没有 上述的优惠税率呗 然后以及 原产地不明的进口货物 啥意思啊 你看啊 我们的税率 进口税率如何确定 当然是根据原产地 来确定了 你这个产品 你原产于哪里 那你有可能 所适用的进口税率不一样 那所以 如果原产地 压根都不知道 都不明确 这个时候 我们自然而然 没有什么优惠税率了 OK 这个不用死经备了啊 那再有关税配额 税率呢 和暂地税率 了解就可以 来看一下啊 关税配额内的 适用关税 配额税率 配额外的 按照不同情况 分别适用于 最惠国 协定 特惠 或者是普通税率 配额内的 适用配额税率 然后暂定税率呢 它是在海关 进出口 税则规定的 进口优惠税率的基础上 对于进口的 某些重要的工农业 生产原材料 和基电产品 关键部件 然后和出口的 特定货物 实施的 更为优惠的 关税税率 它是一个 暂定税率 好 更为优惠 这是这个啊 先简单认知一下 那我们接着 再来看一下 其实我们2022年 有新增的内容 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啊 2022年 对我国部分商品的 进出口关税 进行以下调整 第一个 自2022年 1月1日起 对954项商品 然后实施 进口的 暂定税率 自2022年 7月1日起 取消 七项信息技术协定 扩为产品 进口暂定税率 有 这个具体的 实施暂定税率的 有一些取消了 我们的这个 暂定税率的 都有 你也不用记 只是因为 今年新增了 所以我们简单的 过一下啊 再接着来看第二个 自2022年 1月1日起 继续对于小麦 等八种商品 实行 这种关税配额税率 税率不变 其中对于尿素 复合肥 还有磷酸氢胺 三种化肥的 配额税率 继续实行 进口暂定税率 税率不变 既对于配额外的 进口的一定数量的棉花 实施 划准税 然后税率不变 这里啊 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毕竟是 今年新增的 注意一下啊 也主要 真的对于 其实是农产品 属多的 小麦呢 它是继续 就实行 关税配额管理 然后这种化肥 这种的 它是配额税率 然后棉花呢 是配额外的 进口的棉花 实行的是 划准税 这个比较特殊啊 棉花 配额外 进口的一定数量的棉花 实行的是 划准税 OK过了 接着再来看 进进物品的 进口税率 准许 应税进口的 旅客行李物品 个人游递物品 以及其他个人 自用物品 除了有规定以外 并有海关按照 我们具体的规定呢 征收进口税 进口税包含 进口的关税 进口的增值税 和进口的消费税 那总之啊 你除了针对于 进进的 货物征税以外 针对于进进的物品 也要正常的征税 而且能够的是进口税 就这么说啊 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 中华人民共和国 进进物品 进口税 税率表 来我们简单看一下啊 刚刚这里所提过的 入境旅客行李物品 和个人游递物品 征收进口税 税率表 征收进口税 那具体哪些物品 征收哪些税 来 首先 有13%的税率 有20%的税率 有50%的税率 我们先来看最高的 对于烟酒 贵重首饰 及珠宝衣食 高尔夫球 及球具 高档手表 高档化妆品 这一类呢 税率是50% 同学们 这是精进物品哦 个人习赖的物品 同样我们也要征收 进口税 那这里是50% 再有 对于这种运动物品 然后不包括高尔夫球具 球具啊 还有钓鱼用品 绑织品 以及这种制成品 还有电视摄像机 以及其他的电器用具 自行车 税务 一和三里面 未包含的其他产品 我们统一是按照20%的规律 而13%的呢 是一些书报 刊物 教育用 摄影资料 计算机 视频 摄录一体机 还有数字 招向机 等信息技术产品 以及食品 饮料 金银 家具 玩具 游戏品 节日 或者是其他的娱乐用品 还有药品 那这些基本上的税率 13% 那这一块你也不用记啊 也是了解一下 知道我们其实一般贵一点的 它的税率也比较高 这一点就可以了啊 来 再来看出口关税税率 同样了解 我国出口税则 以一篮税率 及出口税率 出口税则 只有一篮税率 就是出口税率 那国家呢 其实仅对少数的产品 征收出口关税 那我们第二道都已经说过呀 对于出口来说的话 我们增值税 它是采取的是免并退 很多都是 我们要保持一种无税的状态 进入到国际市场 才能够增强我们的国际竞争优势 同样 对于我们这个整体的国际的惯例来说啊 一般也是说针对于进口货物来征收进口税 对于出口货物 一般来说都是不征收的 但是少数也是征收的啊 针对于少数的产品征收出口关税 出口了 但是为什么要征税啊 那显然就是不太想让你出口的呗 不是很鼓励你出口的 这个时候才征税的 对不对啊 那还有2022年也调整了一个点 自2022年1月1日起 继续对于各铁等106项商品征收出口关税 提高黄铃以外的其他铃和粗铜 等两项商品的出口关税 所以对于这种106项商品 这种啊是要征收出口关税的 所以出口关税并不是一定不征收 它有一些是征收的 我们简单来看一个题目啊 下来关于关税的说法 正确的有 关税对于无形物品不征税 对吗 对 无形物品 它只针对于有形货品才征税 无形物品不征税 优惠关税主要适用于进口关税 没问题咱们各种的那个分类啊 其实特别是那个优惠关税这几个 它主要是适用于进口关税 进口关税 还有什么这个什么差别关税 我们那几个啊普通关税 注意一下它是适用的是进口关税 关税是单一环节的价外税 没问题 然后目前没有国家征收出口关税 错了 我们国家就征啊 当然那少数产品征收出口关税 每个国家其实可能都有一些部分的产品 征收出口关税的问题 只是大部分不征 那再有关税的征税的印象是进出境的货品 没问题 好所以这一题 我们就直接选A B C E 就可以了 选项D不对哦 那这个点其实就融合了关税的特点来进行考察了 很早之前考过的一道啊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第三个税率的试用问题 考钢要求我们熟悉 来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 那熟悉的这个首先暂定税率 我还是建议大家能够把握一下 因为这个点呢 它在我们今年其实有一个小小的新增 也就是最后一条 我们来看一下啊 其实是暂定税率和其他的税率的一个关系 是用最会国税率的进口货物呢 有暂定税率的 我们用的是暂定税率 诶 那如果是用的是协定特惠税率的呢 有暂定税率的 我们是从D使用 注意从D哦 而非从高 它和我们其他的税种不一样 我们其他的税种往往 我们就什么分别合算什么都从高的 对不对啊 那这里是的是暂定税率 我们有个从D的一个原则 那再有 是用普通税率的进口货物呢 不是用暂定税率 咱们暂定税率前面咱们已经给大家说了 它是一种更为优惠的 它是在优惠税率的基础上 又有了一个暂定税率哦 所以如果是普通税率的 我们是不适用暂定税率的 再有 对于出口税率的出口货物 有暂定税率的呢 这个时候适用的是暂定税率 总之 那这一块啊 简单的看一下 暂定税率它的一个适用问题 一般来说用暂定税率 对不对啊 但是如果碰到协定税率 特会税率的 我们要从D OK 再接着来看 反倾销反补贴 保障措施问题 按照规定 对于进口货物 采取的反倾销反补贴 保障措施的 其税率的 适用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了解啊 报复性关税呢 任何国家或者地区违反 然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 或者是共同参加的贸易协定 以及相关协定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贸易方面 采取的是禁止 限制加征关税 或者是其他影响 正常贸易的措施的 对于原产于该国家 或者是地区的进口货物 可以征收报复性关税 因为对方国家 它对于我们国家的一个商品 它采取的是禁止 限制加征关税这种方式 它影响了正常的贸易 所以那我们进口货物的话 也同样是可以实行 报复性关税的 可以 那适用报复性关税的税率 征收报复性关税的货物呢 适用的国别税率期限和征收方法 由国务院关税税责委员会 决定并公布 好这里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啊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具体规定 这里面的内容是比较琐碎了 其实我们就是看看 你要进口货物 你要出口货物 你要征收进出口关税 对不对啊 那我们现在 比如说完税价格 计税率已经有了 那我们如何去找 这个相对应的税率呢 以什么时点的税率为准 就是在考虑这个问题 首先一般情况下 进出口货物 我们试用什么 是适用海关接受该货物申报 进出口之日实施的税率为准 那因为我们现在要进出口 我们要征关税对不对 谁征海关征啊 所以海关显然得看到你的这个进出口货物吧 那就是海关接受该货物申报 进出口之日实施的税率为准 海关接受 好再有 那如果进口货物到达之前 经海关核准先行申报的呢 货物还没有到 但是可以经核准先行申报 这个时候 我们试用装载该货物的运输工具 申报进进之日实施的税率为准 那你虽然先行申报 但是我们要找的是运输工具 申报进进之日实施的税率 以它为准 因为每天使用的税率有可能不一样 那再有 进口转关和出口转关的货物呢 进口转关 使用的是指运地海关 接受该货物申报进口之日实施的税率 那同样还是海关接受的这个时间啊 那指运地是啥呀 比如说 我北京的一个公司 然后呢 我从境外 然后进口了货物 这个时候呢 指运地就是北京 那中间有可能是需要转关一下 有个转关地 那比如说我通过天津转关吧 那这个时候 注意啊 它是适用最终的指运地海关 接受该货物申报进口 之日实施的税率为准 那如果这个运地指运地前 海关核准先行申报的呢 以运输工具抵达指运地之日 那跟这个情况是差不多了 对不对啊 好 再有出口转关呢 一样 如果是北京的某个公司 它干嘛 它要出口 它得经过一个这个转关地啊 我们北京是属于起运地 对不对啊 是属于刚开始的 那你比如说 再通过大连或者怎么样去转关 这个时候 我们不是转关地所适用的税率 而是起运地 起运地 也就是刚开始这个的起运地 海关接受该货物申报出口 之日实的税率为准 常识啊 理解就可以 不需要死定备啊 再接着来看 经海关批准 实行集中申报的进出口货物 集中申报 那应当适用每次货物进出口时 海关接受该货物申报之日实的税率 那比如说有多次进口 那你是集中申报的 你虽然集中申报 但是他所适用的税率 依然是以每次货物进出口时 海关接受申报的这个税率为准 好 再有 接着啊 应超过规定期限没有申报 然后由海关依法变卖的进口货物 我们应该怎么办 如果这种情况 其税款计征应当适用 装载该货物的运输工具 申报静静之日实施的税率为准 你看啊 你是超过的规定期限 没有去申报 你正常应该去申报呀 所以我们就以海关 接受他申报之日实的税率为准 但是你没有申报 你没有申报 海关就有可能编卖了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 如何去缴纳税款 注意了 是以运输工具 申报静静之时的税率 了解一下啊 接着 纳税人因违反规定 需要追征税款的进出口货物呢 适用的是违反规定的行为发生之日 如果这个行为不能确定的 海关发现该行为之日 实施的税率为准 它是违规 那违规需要追征税款的 这个时候你就在违规行为发生之日 实施的税率为准就可以了 那再接着来看 这个就是比较重要了啊 它是还是比较爱出题的 以申报静静 并且放行的保税货物 减免税货物 租赁货物 或者是以申报进出境 并且放行的暂时进出境货物 按照有以下情量之一 需要缴纳税款的 啥意思啊 其实就是之前雇缴 然后现在变成需要缴纳 缴纳税款 你看以前 它是保税的 是保留征税 前是暂不缴税 然后减免税 有可能就直接免税了 它是租赁货物 或者是一个 已经申报进出境 并且放行的暂时进进货物 那既然暂时 我们一般情况下 它是不予征税的 那现在呢 如果有下列五种情形 我们是需要正常的缴纳税款的 我们来看看哪五种情形 不需要死境贝 先看一遍啊 首先第一个 保税货物经批准 不复运出境的 啥意思啊 我们保税的货物 为什么保税 其实它是在一定期限内 要复运出境呢 你比如说保税进口 复出口 对不对啊 那所以啊 保税的如果经批准 它不复运出境了 这个时候 我们当然是要征税了 没问题吧 那再有 保税仓储的货物 转入国内的销售市场 我们原本这个保税货物 是要复出口的 你现在没有复出口 你无论是不复运出境 还是转内 转入国内销售 我们同样都要拿税啊 还有减免税 减免税货物 经批准转让 或者移坐他用 你刚开始是减免税的 那你现在啊 你把它又转让出去 或者是改变用途了 这个时候 自然而然要征税啊 好 征税啊 来 再有 第四个 可以暂不缴纳税款的 暂时进进 进出境的货物 经批准 无复运出境 或者进境的 同样啊 你暂时进出境的货物 你后面 你得复运出境呢 那你这个时候 如果没有复运出境呢 这个时候就 要纳税了 要正常的征税了 再有 租赁进口的货物 分期缴纳税款的 你看啊 你是租赁过来的 然后分期缴纳税款 那这种情况 我们也要正常的缴纳税款 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啊 这个时候 他适应的税率是什么时候呢 是海关接受纳税义务人 再次填写报关单 申报办理纳税 以及有关手续制 实施的税率为准 是再次填写 而并非你刚开始 保税进口的时候 那个时候税率啊 而是你要再次填写 报关单 申报 申请这个 这个办理纳税的时候 来进行 确定的税率为准 那再有呢 纳税人补征或者是退征 进出口货物税款的 这个时候按照上述的 前面那么多的一个规定 然后进行去确定 它的一个税率就可以了 总之 咱们这里的税率的适用 其实你看啊 往往正对于什么 是海关接受该货物 进行去申报进出口 之日所适用的税率为准 如果是特殊情况下呢 我们是核准的先行申报的 就以预出工具 申报进出口的这个日期 所适用的税率为准 就这些 它虽然比较复杂 但是我们也没有必要死净呗 理解就可以啊 那我们来看个题目 2021年12月1日 某企业按照特定减免税办法 经批准免税进口一批货物 12月8日 该货物曝关静静 后来该企业因经营范围改变 于2022年2月12日 经海关批准转让该货物 2月20日 然后海关接受了企业 再次前写的报关单 当日办理相关补税手续 那么该货物补征关税 所适用的税率是什么时候 这是什么呀 这是你刚开始是免税 但是后来呢 我们经营范围改变 所以它转让了 你既然转让 我肯定是要正常的缴税了 这也叫补税 对不对啊 那么你补税补多少税 我们确定的适用税率是哪天的 是海关接受 纳税义务人再次前写 曝光单的日期为准 所以我们当然找的是 2月20日了 直接选D为正确答案 他偶尔 也可以这种形式考察 那我们再来看啊 下列关于关税税率 适用的说法正确的是 来一个个看 是个单选题 进出口的货物 应当按照纳税义务人 签订购买合同 或者销售合同 当天实施的税率 征收不对 那肯定是海关啊 你要找海关二字 是海关接受纳税义务人 然后去办理 进出口之日 他所实施的税率为准 OK啊 是海关接受申报之日 然后再有选项B 协定税率 适用于原产 于我国签订 有特殊优惠条款 是优惠协定的国家 或地区政府的货物 那有特殊二字 应该是特惠税率 而非协定税率 所以选项B不对 选项C 因纳税义务人 违反规定 需要追征税款的 应当适用原进口之日 对吗 不对 应该是违反之日 也就是这个违规行为之日啊 行为之日 OK 注意一下 再有第四个 出口转关货物 应该适用的是起运地 没问题 出口转关确实是起运地 而进口转关的 适用的是止运地 一个是起点 一个是终点 注意一下啊 进出口的这两个问题 所以这一题我们正确的按 直接选D就可以了 而其他的 咱们都是不对的哦 好 就是这一个问题 那么前面的问题 税率这一块 我们稍微多用点心 其余的 你都不再重要 我们就听一遍就可以了啊 接着我们再来看 第四节 关税减免税 以及管理 关税减免税的问题 考试大纲 四个 掌握法定减免税 熟悉特定减免税 了解临时减免税 以及了解减免税管理 基本规定 其中第一个 肯定更最重要了 我们来看一下啊 法定减免税 首先针对于 进出口的货物 免征关税 这七条 来简单看一下 关税税额在人民币 50元以下的 一票货物 50元以下 其实咱们 这个增值税和消费率里面 也提过 如果是进口的增值税 进口的消费率 在50元以下的 一票货物 我们同样也是免税的 那这里啊 关税也是一样 50元以下 那再有第二个 比较爱考 第二三四 还有六 这几个是比较爱考的啊 那其中 无商业价值的 广告品和货样 注意前提 一定是无商业价值 如果他给你 广告品和货样 这个时候 你是不能直接 判断他免税的 一定要加上前提 无商业价值的 广告品和货样 免税 外国政府国际组织 无偿赠送的物资 免税 这里不包括外国企业 如果是外国企业 无偿赠送的物资 这个时候不免哦 不免 他是要正常的征税的 再来看第四个 在海关放行前损失的货物 那这个时候是免税的 这一块 咱们在前面也给大家说过 在第三章里面 有一个进口环境的 这个市场优惠吧 来 海关放行前损失 那我们是免税的 但是如果是放行前遭受损坏 这个时候 我们要不要免税啊 那损坏的话 可以根据海关认定的 受损程度进行减证 损坏和损失可不一样啊 损失是没了 那再有第五个 规定数额以内的物品了解 第六个 是途中必需 是进出净运输工具 装载的途中必需的 燃料物料和饮食用品 途中必需 强调的是途中必需 如果非必需的呢 我们是正常的征税的 好ok啊 二三四六相对比较重要 那第七个呢 就是递结或者是 参加的国际条约规定 减征免征的货物物品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啊 这是进出和货物这一块 有免征关税的一个优惠 再接着来看 暂不缴纳关税 其实就真的是 暂时进出净的货物 六个月内 有时间哦 复运出净或者是进净的 它只是暂时进净或者出净 它还有一个后来复运 出净或者进净的情况呢 当然是六个月 这个期限的一个问题啊 那这一块的问题呢 咱们其实在进口消费税优惠里面 也已经提过 有九类的货物 那就不给大家复述了啊 你也没有必要进那九类 这里提显一下 那像海关缴纳相当于 应纳税款的保证金或者提供 纳税担保这个时候啊 它是允许暂时进净的 或者是暂时出净的 那这个时候 既然是暂时进净或者出净 是暂时不缴纳关税的 再不缴纳 OK 那你如果又联系到刚才的税率 如果是六个月内 没有复运出净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不睡了哦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三点 因为品质或者是规格原因 复运进净或者是出净的 这个时候 进口货物自进口之日起 一年内原状复运出净 不征收出口关税 复运出净嘛 不征收出口关税 那也一样的啊 如果是出口货物呢 自出口之日起一年内用 原状复运进净的 不征收进口关税 OK 那这个点我要简单提醒一下 首先 它这种情况所适用的 情形一定是因为规格 或者是品质原因造成的 其他原因我们不符合 第二个 它必须得是原状复运出净 第三个 它得在一年内 然后复运出净 我们才有这样的一个 不征收出口关税 或者是进口关税的一个优惠问题 好 必须满足三个点啊 是这个情况 那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 我们某个企业 它发的产品呢 我们合同上说的是发 这个A规格的产品 但是呢 后来发错了 发了一个 B规格的 好 比如说进口吧 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是不是要把这个 B规格的给它 退出去啊 因为我们不是我们要的呀 所以如果它满足 因为品质或者是规格原因 满足是原状复运出净 满足一年内等等 还有提供相关的资料啊 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 那我们这个时候 你把它对外再退出去 再复运出净 复运出净的这个过程中 是不征收出口关税的 不征收出口关税 OK 因为毕竟它是退运 它是这种复运出净嘛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 不征收出口关税 这里了解一下啊 你反过来进净也是一个意思 接着我们再来看第四个 是补偿更换货物 它其实是有点像这种 无代价底偿物啊 因残损 短少 品质不良 或者是规格不符原因 由进出口货物的 发货人 承议人 或者保险公司 免费补偿 或者是更换的 相同货物 进出口时不征收 关税 这啥呀 免费补偿 你比如说啊 你之前 某个企业吧 你发的这个产品呢 还是A产品吧 哎 你这个质量不行啊 你质量不行 我怎么办 我肯定是让你给我重新发呗 那对方如果给你重新发 也就相当于是重新发你原来的这些 这叫免费补偿 或者是更换 那你当然了 你无论免费补偿还是更换 你是不是得把这个坏的 把这个不好的 给退给人家呀 那你再免费补发的这一个 那我们就正常的时候 在进口的时候 不征收进口关税 就这个意思啊 常识就可以了 你不用死进呗 那对于免费更换出去的 原进口的商品 你自然而然得退出进了 退出进对不对啊 退运出进 那你如果不退运出进的 或者是反过来啊 那海关应该对于原进口商品货物 重新按规定征收关税 当然了 我现在是无代价抵偿物 是免费更换 你给我发来个新的 我自然而然把旧的给你退运出进 如果你没有退运出进 我要重新征收你的关税 好这是这一块问题啊 OK我们法定减免税 就基本上说完了 着重注意其实是第一个 那么其余的 我们简单的理解 有印象就可以了 再接着来看特定减免税 特定减免税有几个小类别啊 我们简单看一下 首先是科教用品 这个咱们在2022年的教材里面有调整 自2021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对于科学研究机构 技术开发机构 学校 党校 图书馆 进口国内不能生产 或者是性能不能满足需求的 科学研究 技术开发 以科技开发和这个教学用品 免征进口税 好这是一个免征 这干嘛呀 进口的是科教用品啊 是科学研究 科技开发 以及教学物品 而且它的主体呢 是科学研究机构 这种技术开发机构 学校 党校 图书馆 这种的 那再有第二个 对于出版物 进口单位 为科研院所 学校 然后这种 党校 图书馆 进口用于科研教学的图书资料 免征进口环节的增值税 好 当然 这里面所说的这种图书啊 资料啊 教学用品啊 等等之类的 免税进口的商品 实行的是清单管理 好 两个啊 一个是科学研究机构类的 一个是出版物进口单位 为他们进口的这种图书资料 我们同样都有一个免税的优惠 当然是特定减免税啊 来 接着再来看残疾人专用品 残疾人专用品 对于残疾人专用品有关单位 进口国内不能生产的 特定残疾人专用品 免征进口税 那也是国内不能生产的这个情况啊 那再有呢 慈善捐赠物资 对于我国关境外自然人 法人或者是其他的组织等 境外捐赠人 无偿向特定全国性的慈善 福利机构 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 和各省人民政府捐赠的 直接用于慈善事业的物资 免征进口税 OK 这一块 重大技术装备呢 对符合规定性的企业 以及核电项目业主 为生产国家 支持发展的重大技术装备 或者产品 而却有必要进口的部分 关键零部件 或者是原材料 免征进口税 了解一下啊 那还有呢 是进口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 同样它也有特定减免税的 一个优惠问题 那里面就是非常复杂了 完全没有必要 你去看 没有必要 关税里面 它考的都是主要点 OK 这几个是特定减免税啊 再有临时减免税 它指的是 以上法定和特定减免税以外的 其他减免税 也就是国务院 对于某个单位 某类产品 然后某个项目 或者是进出口 货物的特殊情况 给予 这个特殊照顾 一按一批 专门下落的减免税 这叫临时减免税 了解就可以啊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几个题目 首先第一个下列进口货物中可享受法定免税的有 我们A1分析是个多选题 有商业价值的进口货药 它是不免税的 无商业价值的进口货药才免税 广告品对不对啊 那选项比外国政府无偿赠送的物资 好 免税没有问题 外国政府国际组织无偿赠送的 它是免税的 那再有贸易公司进口的残疾人的专用品 其实这个是不对的 为什么呢 那我们残疾人专用品刚才想说的是特定减免税 对不对啊 但是这里的特定减免税提醒一下 它并不是针对于普通的贸易公司进口残疾人用品就免税的 它是指的 比如说我们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的 比如说一些福利机构 它进口 然后国内不能生产的一些残疾人专用品才免税 所以不能说它是法定免税 不能选哦 选项地 关税税额在人民币50元以下的一票或5 OK 它是免税的 再有科贸公司进口的科教用品 那这个不能说它是免税 为什么呀 咱们前面说科教用品的时候 它是特定减免税 所以法定免税我们肯定不选 那特定免税这一块 我们也是有条件的 并不是真的与科贸公司啊 针对的是科学研究机构 学校 党校 还有这种图书馆 对不对啊 进口不能生产的等等 这样的一个科教用品 我们才免税 或者是出版物这种公司干嘛呀 它为他们上面这几个单位 然后进口的这种图书资料 它才有特定减免税的问题 它并不是指的是普通的科贸公司 所以这一题我们法定免税的 只能选B 选D为正确答案就可以了 简单熟悉一下啊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个 关于关税减免税 下列说法正确的用 A 外国政府国际组织 无偿增速的物资免征关税 没问题 选项B 进出境运输工具 装载的娱乐设施 暂免征收关税 不对 咱们说了 进出境运输工具 装载的途中必须的 生活用品 燃料等等之类的 才是免税 娱乐设施是途中必须的吗 不是 他不能说他免税啊 选项C 对我国 关境外捐赠人 无偿向特定 全国性慈善组织 捐赠的直接用于 慈善事业的物资 免征进口关税 没问题啊 确实有一个 免征进口关税的一个 特别减免税的问题 科学研究机构 进口国内不能生产的 科学研究用品 然后实行特定减免关税 没问题 在海关放行前 遭受损失的 货物免征关税 是损失是没了 那这个时候 免征关税 没问题 属于法定免税呢 所以这一题正确的 我们就直接选 ACDE就可以了 选项B不对 它是途中必须的 燃料物料和饮食用品 不包括娱乐设施 好这一点啊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 一个减免税管理的 基本规定 同样这个点呢 也是属于了解的项目 考钢要求们了解啊 那再来看一下 对于进口减免税货物的监管 除海关总署另有规定外 在海关监管年限内 减免税申请人 应当按照海关规定 保管使用进口减免税货物 并依法接受海关监管 也就是说 针对于我们前面 所说过的那些减免税啊 你并不是说 你进口过来之后 你就可以随意处置了 并不是的 它要接受海关的监管 当然这有监管年限的 那一般的来说的监管年限 如果是船舶飞机 那是八年的监管年限 如果是机动车辆 六年的监管年限 如果是其他货物 那也得有三年的监管年限 你至少要在这个监管年限内 你不能转让 你得是自用 然后还得是 你不能改变用途呀 那你这个时候 你才能是 正正常能享受你的减免税 对不对啊 那在海关监管年限内 减免税申请人应于 每年六月三十以前 向主管海关提交 减免税货物 使用状况报告书 报告减免税货物的 使用情况 所以每年六月三十以前啊 你得去报告 然后监管年限资货物 放行至日期计算 OK 八年六年三年 这个稍微注意一下 当时第一年 就是变化的时候 它考到了一个 直接的文字题 但是现在呢 应该不会考到 这种文字记忆题了 监管的解除管理 对于海关监管年限内的 减免税货物 减免税申请人 要求提前解除监管 还没有到时间 他要求提前解除监管 这个时候 应当向主管海关提出申请 并办理不缴税款的手续 好 你既然不想接受监管了 那你好啊 你去不缴税款手续就好了 再有 减免税货物办理抵押 转让一座他用 或者是其他处置管理 这个时候呢 我们注意一下他的情况 在海关监管年限内 还监管的呢 减免税申请人需要将 减免税货物转让 给不享受 进口实说优惠政策 或者是进口同一货物 不享受同等减免税货物 比如说你想提前解除监管 或者是你想逼做他用 你想改变用途 你想转让给他人 这个时候都是需要补税的 因此这一块不用计了吧 你只用把握一个 我们减免税的货物 是要接受监管的就可以了 好 这样就完了啊 我们2020年考过一个 这个文字记忆题 以关税特定减免税进口的 科教用品 海关监管的年限 是多久啊 那船舶飞机是8年 机动车辆是6年 其余的货物一般来说是3年 所以直接选地就可以了啊 是3年 这是属于其他的货物 对不对 好 OK到这儿啊 我们先暂时告一段落 我们这节呢 主要给大家涉及到的是 我们关税的一些基础概念 比如说纳税人 征税对象 还有税率的试用 那税率的试用这一块内容 还是比较多的 以及关税的减免问题 其中关税的减免理念 法定减免税 是相对比较重要的 而纳税人和征税对象呢 咱一直围绕的就是 进出口的货物和物品 对不对啊 货物和物品 就是有形货品 有形货品 而他谁是纳税人 你是进口 当然就是收货人了 你是出口 那就是发货人了 OK 这就是属于常识了 还有另外一个要注意一下 它的特点里面有一个 关税是单一环节的 价外税 单位 这个关税是单一环节的 价外税 这个点也建议大家把握一下啊 那在有税率的适用 稍微注意的就是 我们一般的进口 或出口货物 应该以谁为准 以海关接受 该货物申报 进出口之日 所实施的税率为准 如果它是 经批准先行申报的呢 那这个时候就是 约束工具申报 进进之日时的税率为准 那相对 这个比较重要一点的是谁呢 是暂时 进出境的货物 后来呢 需要纳税的 暂时进出境的 我们其实是 不纳税的 后来呢 你是需要纳税 相当于是一个 补税的问题了 这个时候按谁 按海关接受 纳税人再次填写 曝关单 之日所实的税率为准 这个注意一下啊 而关税的减免 关税减免的问题 法定减免税 无商业价值的 广告品和实惠样 然后外国政府 无偿组织 这个国际组织 无偿责送的物资 进出境的运输工具 装载的途中 必须的燃料和物料 饮食用品 以及 如果在放行前 遭受损失的货物 这几个是 法定减免税的 那还有一些 我们的这个 特定减免税的 比如说 科教用品 残济专用品 了解就可以 所以其实我们 这半节的内容 不多 然后都不是特别重要 所以我们简单的 过一下就可以了啊 那你下去之后呢 我们再去复习一下 这块内容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下节课 继续开始 关税完税价格的 一个讲解问题 好 我们这节课 就给大家上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